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第二节 工程项目的组织 这一节涉及到如下的三个支持点 第一个是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 第二个是工程项目的发展报模式 第三个是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形式 针对考试来说 第二个支持点和第三个支持点 这是重点 每年考试 这两个支持点至少各有一道题目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支持点 关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 好 在这个支持点 我们会谈到如下的两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 PMC模式 它的思路 它的优点怎么样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会谈及待见词和项目法人责任词 这两者的区别 当然涉及到待见词和项目法人责任词 同学们一定不会陌生 因为我们前面的第一节已经做了交代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关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组织模式 首先看一下PMC 什么叫做PMC PMC指的是项目管理的承包模式 那么对于这种模式来讲 它是如何与实施的往下走 指的是项目业主 聘请专业的工程公司或者咨询公司 代表业主在项目实施全过程 或者若干阶段进行项目管理 公司来于理解 那就是项目业主 把工程管理的事 委托专业的公司 让他们来进行打理 当然到底委托哪些事呢 可以是全过程 可以是其中的若干阶段 所以设计了PMC 它就有如下的这几种展现形式 第二 进行项目的管理 设计 采购 施工 等一系列过程的全部管理 好 那么对于专业的公司来说 它的责任就比较重 工作量就比较大 当然风险也比较高 既然风险高 它的收益要求就比较高 所以第一种模式 那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工作量大 责任大 风险高 收益高 那么第二个呢 只管理施工承包商 而不承担任何施工工作 那么对它来讲 只管理施工承包商 相对于前面这种方式 它的风险回报均比较低 好 第三个 作为业主顾问 进行监督和检查 必及时的报告 它只是作为一种监督 一种检查就行了 所以它几乎不承担风险 这样的专业公司 几乎不承担风险 既然它不承担风险 那回报就相对比较低 好了 这简单一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MC 这种管理模式 它的一个优越性 我们这样才谈及到 如下的四个方面的优越性 第一个 通过优化设计方案 能够实现工程 全寿命期成本的最低 好 通过前面这个手段 达到后面这个目的 那第二个 通过选择合适的合同方式 可以从整体上 为业主节省建设投资 接下来第三个 通过多项目采购协议 以及统一的项目采购协议 可以降低建设投资 第四个 通过现金管理及现金流量的优化 降低建设投资 你们一看 我们通过一个手段 达到这个目的 什么手段 优化设计方案 实现全寿命期成本最低 我们通过三个手段 可以达到第二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整体降低建设投资 哪三个手段 选择合适的合同方式 通过多项目采购协议 以及统一的项目采购协议 以及通过现金管理 及现金流量的优化 都可以达到 降低建设投资 这么一个目的 来 看下面这道 单项简单题 单项题 PMC管理模式 可以显著的降低建设投资 以下不属于达到 此目的措施的事 好了 它说的是 达到 显著的降低建设投资 选案A 优化设计方案 优化设计方案 通过这样的手段 达到的目的 是降低 全寿命期的成本 所以它并不是 单独降低建设投资的问题 咱们这道题应该选它 因为它说的是 不属于达到此目的的 选案B 选择合适的合同方式 选案C 多项目采购协议 以及统一的项目采购协议 选案D 现金管理 及现金流量的优化 选案B C和D 通过这三种手段 都可以达到 降低建设投资的目的 所以这道题 选A 好 接着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工程代言识 工程代言识 我们前面曾经有所设计 来 问下图一门的问题 我们前面说 这个项目 分为政府投资项目 和非政府投资项目 那么对于政府投资项目来讲 有一类 采用的就是工程代言识 哪一类啊 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 我们往往采用的是工程代言识 好了 看一下它的性质 在项目建设期间 工程代言单位 不存在经营性亏损 或者盈利 只收取代理费 咨询费 如果投资节约 可以从节约的投资当中 获得一部分的奖励 往下走 工程代言单位 不参与工程项目的策划决策 和经营管理 不对 投资收益负责 一般需要提交工程概算投资 10%左右的履业保涵 好了 工程代言识 咱们顾名思义 不用想得那么深 你想 工程代言识 代言识 那就是代为建设 作为我这个代言单位来讲 你让我干活 行 我跟你干活 那涉及了前期的决策 后期的经营 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把活干完就行了 干完活 你给我相应的代理费 咨询费 是吧 好 最后这句话呢 简单看一下 一般需要提交 工程概算投资10%的履业保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工程代言识 与项目法律责任识 这两者的区别 这两种制度 我们在第一节 都曾经有所设计 在这呢 总结为如下的这个表 哪些方面有区别 涉及到四个方面 第一个 管理责任范围 第二个 建设资金的责任 第三个 保持真实的责任 以及最后的工程对象 好 实际上这不是新内容 你们稍微理解下 这是对前面相关知识的一个总结 首先 看一下 第一个方面 关于管理责任的范围 代言识 那代为建设 代言单位 它只负责 建设时时阶段 其他的阶段 它不负责 怎么前期的决策 设计 后期的运营 它通通不管 那么涉及到项目法人的责任是 那我们设定项目公司 这公司从前往后要实现一条龙 那么 需要进行项目策划 资金的筹塑 建设的实施 运营的管理 贷款的偿还 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 这所有阶段 它都得负责 好 接下来 建设资金的责任 代言是 我替你干活 所以资金从何而来 我可不管 不负责资金的筹塑和偿还 那么项目法人的责任是 作为筹资的主体 那你要负责资金的筹塑 还要负责资金的偿还 当然 还要对投资方的回报 有所考虑 所以它的责任 需要负责筹塑 偿还 以及对投资方的一个回报 好 下面 保值增值的责任 代言之说 我跟你干活 活干完 我拿钱走人 那资产的保值增值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 仅负责项目建设期间 资金的使用 不负责运营期间 资产的保值增值 而项目法人的责任是 它就要在全寿命期内 来负责资产的保值增值 最后是工程对象 工程对象 前面我们说过 那么对待建设 主要是 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项目 而项目法人这是 政府投资的经营性项目 好了 这个表 同学们应该要有所区分 走 2019年 单项选择题 看下面这条题 根据国务院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工程代建设是一种 针对什么样的建设 修士的组织方式 针对什么 工程代建设 那我们实现的是 四分离 从前面的决策 建造 监管和运营 四分离 好 针对的是 非经营性的政府投资项目 所以正确答案呢 选择选择选C 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 我们用的是 代建设 看第二道题 单项选择题 以下关于工程代建设下 代建单位责任的说法 错误的是 选择A 不相应项目前期的决策 对 项目前期的决策 和它没关系 选择B 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 不承担管理咨询的风险 错 这个风险 它应该要承担 讲C 不对项目的运营期间 资产保值政治负责 正确 讲D 不对项目的投资收益负责 正确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 选择选择选择B 好 这次的单项选择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指点 第二个指点 关于工程项目的发承包模式 好了 这个指点 给同学们强调 强调如下的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工程项目的发承包模式 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类别 类别你应该知道 是吧 以下哪些属于工程项目的发承包模式 这样知道 那么第二个 对于每一种不同的工程项目的发承包模式 它的思路到底怎么样 如何进行操作 在这个地方 给同学们 指条路 那就是 看图说话呀 心中有图下笔不框 这思路一定要以图来进行理解 那么第三个 各种不同的发承包模式 它的特点怎么样 优点怎么样 缺点怎么样 实际上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知道了思路 它的优点缺点 基本上能够在理解的技术上 予以掌握 好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种 关于总分包模式 那么世界的总分包模式 在市场上体现了比较多 那主要的模式有如下的技术 第一个是EPC模式 设计 采购 施工 一并予以承包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主要是DB模式 那就是设计 建造 设计 建造 好 DB模式 当然现在呢 比较流行的DBO模式 那设计 建造 后期呢 如果有条件 还可以进行运营 这第二个模式 第三个呢 是交要式模式 好了 总分包的模式呢 这三个咱简单一看 一带而过 不用过于关注 但是下面 同学们要打起精神 那对于总分包模式来讲 它的思路到底怎么样呢 来 看下面这个图 建设单位高高在上 建设单位和总包单位之间 两者签订总成包合同 总包单位和下面的分包单位 签订分包合同 好了 来 同学们 通过这个图啊 可以得到一系列的结论 比如说 就建设单位来讲 它的合同关系 非常的单一 为啥 它只和总包单位 有一个总包合同 所以建设单位 管理合同 它的工作量比较小 对于总包单位来讲 它的责任比较大呀 我们前面 在第二章曾经谈到 这一道总包分包 总包单位对这个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负重则 总包单位对主体结构亲力亲为的完成 另外一个方面 它还要对分包单位实行管理呀 分包单位干了活 还得由它来负重则呀 所以 对于总包单位来讲 它的合同关系比较复杂 管理工作量比较大 所以要求这个总包单位啊 你要能力要强啊 专业素质要过硬啊 否则你管不了啊 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这样的总包单位好找吗 不太好找 既然不太好找 其货可拘 所以这个总包单位 它要的这个报价就比较高 这些呢 都可以从这个图上来有所理解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 对于总分包模式来讲 第一个特点 有利于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 为什么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哪个专业 总包单位就专业 我们建设单位呢 建设单位有的时候呢 那真的就是大土豪 我只有钱 你给我盖房子 我没有其他的专业技能 所以你建设单位你别管 你把钱拿出来 总包单位说我跟你管 所以专业的单位 管专业的事 有利于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吗 好了 既然专业的单位管专业的事 总包单位在进行总体的协调 所以就有利于 控制工程造价 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 好 有利于缩短建设工期 一般就能够做到设计阶段 与事工阶段的相互搭击 所以你一看 前面的这几个特点啊 都是就以总包单位 专业的人 专业的单位管专业的事 这样得出来的 有利于组织管理 有利于控制工程造价 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 有利于控制工程进度 好 往下走 第五个 第五个 诶 这就是缺点了 选择总包单位的范围比较小 那这样的总包单位 业务能力要强啊 管理能力要优啊 范围小 所以合同金额就较高 好了 好 对于这个缺点 要和前面的这个优点 相区别 好 第二个优点 有利于控制工程造价 那为什么 这个合同金额还比较高呢 这是因为啊 这两者性质不一样 你比如说 假设建设单位 和总包单位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一个亿 那正常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如果说我们采用 平行承包模式等等 可能啊 就只需要9500万 为什么要多500万呢 哎 因为你让总包去一同管理 建设单位没啥责任 所以这种情况下 合同金额比较高 好 那为什么又能够 很好的控制工程造价呢 那你采用平行承包模式的话 虽然签订合同 总体的金额是9500万 但最终进行竞工结算的时候 很有可能控制不住啊 很有可能 1亿零500万 但是前面这个呢 专业的人 管专业的事 他很有可能控制 就控制在一个亿 所以金额高 并不一定 他就不容易控制 好了 这是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对于总成本单位而言 责任重 风险大 需要具备有较高的管理水平 和丰富的实验经验 获得高利润的潜力也比较大 那也是总包单位啊 要求你能力强啊 那你的风险大 你的责任大 你的担子重 那行 获得高利润的概率也比较高 所以 这些优点也好 缺点也罢 是不是全部都来源于这个图啊 做到心中有图 下笔意 慌不了 小手一抖五 一分到手 走 看下面这道多选题 多选题 两分到手啊 小手抖几抖五 多项选择题 两分就到手 建设工程 总分包模式的特点 用内心 选案A 总承包单位的责任重大 获利潜力 潜力大 正确 选案B 建设单位 合同结构简单 组织协调 工作量小 建设单位 同一门一想 它只针对总包单位 有一个总承包合同 所以组织协调 工作量小嘛 合同结构简单 没毛病了 选案C 建设单位 选择总包单位的范围大 合同总价较低 错 选择总包单位的范围小啊 那你说三个公司 张三公司 理事公司 王尔玛子公司 对啊 三个公司 如果说这个项目比较小 三个公司都可以干 但是 我如果说这个项目比较大 可能张三公司可以干 另外两个公司 那干不了 所以 总包单位责任大 要求的专业素养比较高 所以选择范围就比较小 选择范围比较小 你给的钱就比较高嘛 选案B 总包合同的价格 可以较早的确定 建设单位 风险假 这是对的 选案B 总包单位内部增加了控制环节 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 是啊 总包来控制这个分包啊 那 总包和分包 就分包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建设单位 风险就比较低嘛 正确答案 A B D 和E 好 这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呢 叫做平行承包模式 诶 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个图上 建设单位在上面 它面临的是一系列的承包单位 所以 和前面的总分包模式相比 那你一看建设单位 是不是面对主体比较多呀 多个承包单位 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面对的主体比较多 那承包合同也比较多 建设单位 你说它的工作量大还是小 建设单位 它的工作量一定是很大的 好 有了这个基本思路 来 我们看看它的特点 第一个 有利于优选承包单位 为什么 假设这个项目 总造价是一千万 一千万这个项目 张三公司能够持下来 李四和王二马子公司 这两个公司 它干不了 有时候这个金额太大 好了 现在我们分开 把这一千万分为 二百万 四百万和四百万 诶 结果呢 张三公司 李四公司 王二马子公司 说诶 这我们都能干 即使是不是 我们选择承包单位的范围 那就比较宽了 是的 第二个 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 为啥呢 专业的承包单位之间 在相互的进行管理 你比如说 假设按照思路顺序 好 第一个呢 是张三公司干 第二个是李四公司干 第三个呢 是王二马子公司干 好 那你一看 现在 对于这个李四公司来说 一看 这个张三公司干的不咋样啊 那我后续的工作 没法进行呢 所以 他就以专业的眼光 来监督张三公司干活 干的怎么样 好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的家具啊 都是上山砍树 砍下来以后呢 做成家具 外面呢 给它漆成油漆 好了 前面呢 是木匠的活 后面呢 是这个油漆匠的活 木匠啊 他就特别怕后面的工序 为啥 木匠 你如果说 把这个木材啊 这个稍微弄得比较粗糙一些 一上期 马上就会发现 哪个地方 质量不怎么样 哪个地方干得好 对吧 所以后面那道工序 后面的承拨单位 实际上对前面的承拨单位 在进行专业的监督 这就有利于控制工程质量嘛 接下来第三个 有利于缩短建设工期 那同样的 一个方面 有可能形成设计与施工的相互搭击 那很有可能 前面在施工 后面 诶 正在进行设计 那么前面施工完毕以后呢 诶 后面设计完毕了 这个承拨单位 开始淡火了 好了 这样呢 有可能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搭击 说到了建设工期 好 这是它的三个优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个 主持管理协调的工作量比较大 针对谁来说的 针对于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面对这一系列的承拨单位 它都得管理啊 所以它的合同结构比较复杂 组织管理和协调的工作量 那比较大 好理解 往下走 工程造价控制难度比较大 为啥 两个原因 第一个 由于总合同价不以短期的缺点 从而影响工程造价控制的一个实施 那你一看 你要把这个合同总价全都确定出来 那是不是各个承包合同 那这个价格要确定出来 那有的时候呢 可能第一个承包合同的价格确定出来 第二个第三个确定不出来 你总造价没法确定 那不能够短期确定 时间越长 这个变化就越大 好 第二个 由于工程的招标任务量大 需要控制多项合同价格 从而增加了工程造价控制的难度 由于这两个原因 导致平行承包模式下 合同的总价不以短期确定 而控制的难度相对比较大 好 接着往下走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六个 相对于总分包模式而言 平行承包模式不利于发挥那些 技术水平高 综合管理能力强的 承包单位的综合优势 那有的单位啊 它的业务能力特别强 尤其是在管理方面 有水平 但是 由于采用了平行承包模式 建设单位说 你别要管 我自己来管 所以就不利于发挥 这些有特长的 专业水平比较高的公司 来发挥他们的特点 好 看一下下面的题目 2020年 多项选择题 与EPC总承包模式相比 平行承包模式的特点用哪些 平行承包 选案A 建设单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 选择承包单位 没问题啊 选案B 建设单位组织协调的工作量比较大 当然是这样 面对多个承包单位 选案C 建设单位合同管理的工作量大 合同管理的工作量当然很大 面对多个承包单位 选案D 有利于建设单位较早的确定 工程造价 错 这个工程造价不太容易确定 有利于建设单位向承包单位转移风险 错 管理协调的工作量比较大 那面对的对象比较多 所以建设单位的风险相对也比较大 所以这二题 正确答案那应该是A B和C 走 看第二道题目 第二题 同样 多项选择题 建设单位采用平行承包模式 建设单位控制工程造价难度大的原因 有哪两个 选案A 合同价值小 建设单位选择承包单位的范围小 错 选择承包单位的范围比较大 合同数量多 组织协调的工作量比较大 那么 选案B 这也并不是合同造价不能够控制的直接原因 不是 选案C 总合同价不宜在短期的区域影响造价控制的实施 没问题 这个正确 它的原因之一 选案D 建设周期场合增加了时间成本 这和建设周期没啥关系 选案E 工程招标任务量大 需要控制多项合同价格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二题 正确答案C和E 好 这是这道多项选择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种模式 叫做联合体承包模式 来 问问同学们 联合体承包模式 在我们前面的第二章 让同学们记三句话 还记得吗 首先联合体承包模式 第一句话 它是以一个主体的身份来承包 一个主体 主体一个 那么第二个 对责任的承担 对责任的承担 对外是年代 对内是按份 按什么份 按共同图标协议的份 那么第三个 第三个 那就是他们知识等级的认定 联合体知识等级的认定 就第一原则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 在下面这个图上 建设单位和联合体 签订了一个承包合同 还记得吗 联合体中标 由联合体的组成单位 共同和建设单位 签订合同 所以对于建设单位来讲 和它签订合同的主体 是这个联合体 但这个联合体呢 可能是ABCDEF 这些公司来组成 好了 接下来联合体各方 对建设单位 承担的是年代责任 所以我问同学们 建设单位的风险小还是大 相对来讲 建设单位的风险 就比较小一些 如果A单位出了问题 我建设单位可以找B单位 可以找CDEF 只要是联合体的组成单位 我都可以找 好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 第一个 对于建设单位而言 合同结构简单 只涉及到一个 组织协调的工作量小 有利于工程造价 和建设工期的一个控制 为啥 因为我只针对一个联合体 只针对一个对象 那么依据合同 我就找你联合体 那对你联合体内部 到底如何续分责任 那我管不了 对联合体而言 可以增强竞争力 也可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那么增强抗风险能力 这个说的就是 我们1加1 产生了大于2 这样的效果 那么A公司 B公司 CDEF公司 我们把它组成一起 这时候呢 我的实力更强 竞争力更大 承担风险的能力 也就更强 来 看下面这道 多项选择题 建设工程 施工联合体 承拨模式的特点 有内心 选项A 建设单位的合同结构简单 组织协调的工作量小 没问题 只有一个合同 选项B 通过联合体内部的 合同约束 增加了工程质量的 监控环节 有这个吗 没有 没有涉及到这个 选项C 施工合同的总价 可以较早的确定 建设单位 可以承担较少的风险 对选项C来讲 也没涉及到 选项D 施工合同风险大 要求各承拨单位 有较高的综合管理水平 不需要 只要我们都符合 这个工程要求的条件就行了 选项E 能够集中联合体成员的 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优势 增强抗风险能力 这没问题 所以正确答案 A和E 继续 我们看另外一种 合作体成员模模式 那么合作体成员模模式 是联合体成员模模式 下的一种改进 好了 A单位和B单位 如果按照前面 组成了联合体 A单位现在犯了错 B单位要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A和B 他们又非常愿意 放在一起 B单位又不愿意 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那怎么办 他们愿意 走在一起 但是呢 又不愿意承担连带责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 两个人呢 很愿意走在一起 A结了婚 但是 就结婚之前的债权债务 两者分得非常轻 要做一个婚前公证 好了 这个是合作体嘛 对合作体来说 它的一个关系是 首先 相应的法人公司 组成合作体 组成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呢 和建策单位 A签定了基本合同 由于他们之间 对建策单位 不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建策单位 要分别和这些独立的公司 来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 所以对建策单位来讲 它现在 有哪些合同呢 第一个基本合同 和合作体 和ABC公司 共同签订的 第二个呢 分别的 和各个合作体的 组成单位 来签订的 好了 看下面的 几家公司 自愿 组成合作伙伴 成立一个合作体 以合作体的名义 从基本合同来讲 建策单位 还是只针对一个合作体 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不用过多的组织协调 组织协调 是合作体 内部的组成单位 他们自己来 但风险比较大 为啥 相比于联合体 假设就联合体来讲 A单位犯了错 建策单位可以找B单位 但在合作体 成本模式下 A单位犯了错 建策单位 只能找A单位 和BCDEF单位 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好 往下走 各个承包单位之间 既有合作的意愿 但是又不愿意 组成联合体 既愿意在一起 又不愿意 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那你就 采用合作体 承包模式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五个CM承包模式 看下面的 由建策单位 委托一家CM单位 承担项目管理工作 该CM单位 以承包单位的身份 进行施工管理 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工程的设计 活动 组织快速路径的 生产方式 快速路径的生产方式 子工程项目 实现有条件的 边设计边施工 形成合理的搭击 好了 这是CM承包模式 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 实行快速路径法施工 边设计边施工 刚才强调过 好 看一下它的一个分类 对于CM承包模式来讲 可以奉用两大类 一个是代理型 一个是非代理型 那么代理型顾名思义 CM单位就作为一个代理商 既然作为一个代理商 中间牵线搭桥呗 所以从工程的发包形式来讲 那是CM单位不负责工程 分包的发包 谁来签订合同 建设单位与分包单位 他们俩来签订合同 所以这个CM单位 作为代理单位 它仅仅是中间做个桥梁而已 好了 非代理型 非代理型CM单位 它就要在合同上签字了 CM单位与分包单位 签订分包合同 好 代理型 非代理型 要注意一下发包形式 还要注意一下 它的合同的 价款的一个形式 对于代理型来讲 由于是建设单位 与分包单位直接签订 所以从价的组成来讲 是简单的成本加筹金就行了 而非代理型 CM单位与分包单位 两者签订合同 建设单位不放心啊 建设单位说 你们两签订合同 可千万别把我给耍了 对吧 所以对于建设单位来讲 就给CM单位 画了一个红线 这个红线 保证工程的最大费用 JMP 再加上合理的筹金 好 就把红线给你画在这 保证工程的最大费用 你不能超过这个费用 好 这是关于两种不同的 CM承报模式 要记住 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CM承报模式 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特别适用于那些周期较长 工期要求仅的 大型复杂工程 好 看它的特例 以私工总承包模式相比 采用CM承包模式的 合同价 更加合理 接下来 CM单位不赚取 总包与分包之间的 一个差价 即便是非代理型 它也不会赚取 中间的差价 应用价值工程的方法 来挖掘 集围投资的潜力 第四个 GMP 大大检查了建设单位 在工程造假控制方面的风险 因为 保证工程最大的费用 在这红线 给CM单位划出来以后 那么 如果超过这个红线 对不起 CM单位自己掏药吧 至于 这样就把风险 转移到了CM单位 而建设单位的风险 有少降低 好了 这是CM承报模式 CM承报模式 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模式 好 看下面的题目 第二道题 单向选择题 CM承报模式 它的特点怎么样 简单粗暴 非常直接 选择A 建设单位与分包单位 直接签订合同 不一定 代理型是两者直接签订 那非代理型呢 CM单位和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选择B 采用流水施工法 而以施工 采用快速路径施工法 而以施工 所以选择B不对 选择C CM单位可以赚取 总包分包之间的一个差价 错 CM单位不赚取 总分包之间的差价 选择D 采用快速路径法施工 没问题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择选择D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道 单向选择题 建设工程采用CM承报模式 CM单位 有代理型和非代理型两种 那么 工程分包单位的签约对象 到底是怎么样的 选择A 代理型为建设单位 非代理型为CM单位 选择A 这就正确了 那么选择A正确 B C D 当然就是错误的 咱就不再管它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道题 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关于CM承报模式 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选择A CM单位 适于业主的代理人的角度 来管理施工 对CM单位来讲 在不同的模式下 它的思路不一样 如果说在非代理型下 CM单位 它实际上 适合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它作为分包合同的一个主体 想必 CM单位是以承包人的身份 来进行私工管理 想必 这才是正确的 这才是正确的 想C 代理型CM合同 是业主分别与分包人签订 对不对 对 代理型 建设单位与分包人签订 那么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采用GMP加筹金吗 不对 采用的是 简单的成本加筹金 采用GMP加筹金 那可是非代理型CM合同 它的一种主价方式 想要第 工程设计与私工早期结合 使得设计变更 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减少 对想要第来讲 做是对的 想要第 代理型CM与非代理型CM相比 前者业主的风险较大 为啥呢 对代理型来讲 是建设单位之一 与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所以建设单位 它实际上是合同的主体之一 而对于非代理型 非代理型 虽然是CM单位 和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但别忘了 我们合同的主价 是GNP 跟他画了一个红线了 把费用超出的风险 放到了CM单位去 所以代理型CM 与非代理型CM相比 前者业主的风险更大 完全正确 所以这要题 正有答案B、D和E 好 这是这套多选题 往下走 第六种 Partner为协议 好 注意一下 对于这样的模式来讲 最终体现为一个协议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惩罚模式 好了 看下面了 所以自愿 工程各方共同来签署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一个工程项目 一个工程项目 设计到参见方很多呀 设计 勘察 监理 施工等等 好了 现在对于各方来讲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那啥 就是把这个工程项目上干好 各方其努力 工程项目才能干好 那口说无凭 咱们多到纸面上 所以就签订一个Partner协议 诶 指明 以后在施工过程当中 或者在建设过程当中 发生了问题 咱们好说好商量 好 这个是Partner协议 所以一定是出于自愿 由工程的各方 共同来签署 第二个 强调的是高层人员的参与 那么出现了问题 那后期咱们高层人员参与 更能够解决问题 第三个 Partner协议 不是法利益上的合同 是先有前面的合同 先有前面的 比如说总分包 比如说平行承包 有前面的那些模式 有前面的合同 然后才有这个协议 是啊 各方主体都确定 我们才能够坐在一起签这个协议 好 第四个 信息的开放性 看下面这个提示 通常需要与工程项目的 其他组织模式当中的一种 相结合 如总分包模式 平行承包模式 CM承包模式等等 只有把前面这个模式确定 相关主体各方确定 才会有各方坐下来签 Partner协议 好 这就是我们谈及到的几种 八层包模式 下面我们同学们总结了一个表 这个表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下面的时间 希望同学们闭上眼睛 跟上我的思路 我们简单的强化记忆一下 一定把这个时间给用起来 首先总分包模式 同学们想 哎 心中有突兀 下雨不慌 建设单位在上面 建设单位对应的是总包单位 总包单位在对应一系列的分包单位 那么实现了总包单位的一个专业管理 基业词 它的一个优点 有利于建设单位组织管理 建设单位合同关系非常简单 有利于控制造价 控制质量 缩短工期 总包单位 专业的单位管专业的事 哎 有这些优点 它的缺点呢 总包单位要求高 所以选择范围就比较强 由此呢 金额就比较高 总包单位责任重风险大 但是获得高额利润的概率也比较高 好了 这是总分包模式 下面 平行承包模式 你想 建设单位在上面 对的是各个承包单位 所以 它的合同关系比较复杂 要和各个承包单位 分别签订合同 好 有利于优选承包单位 控制质量 缩短建设工期 好 我们是 各个专业的单位相互闲击 好 管理协调的工作量大 造价控制难度大 不利于发挥 能力强承包单位的综合优势 那么 要发挥能力强承包单位的综合优势 那就用总分包模式呗 下面 联合体承包 联合体承包 建设单位在上面 面对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就是联合体 虽然这个联合体 不同的法人公司组成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一个主体 所以对于建设单位来说 合同结构简单 组织协调工作量小 有利于造价和工期的控制 好 那么对于另外一方 对于组成联合体的各方来说 他们的优点 其中各成员单位在资金 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个优势 增强了竞争力 同时呢 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这是联合体承包模式 接下来 设计了合作体承包模式 同意再一下 合作体承包模式 建设单位在上面 和合作体之间签订了一个基本合同 然后呢 由于合作体之间 相互对建设单位不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建设单位 要和每个合作体的单位 再签订合同 好了 它的特例 组织协调工作量小 风险比较大 这个风险大 是相对于联合体来说的 风险比较大 是吧 出现了问题 只能找责任单位 而不能找其他单位了 好 各承包单位之间 既有合作的意愿 又不愿意组成联合体 咱就用合作体 好 下面CM承包模式 分为代理型和非代理型 代理型建设单位和分包单位 签署合同 那么用的是 简单的成本加筹金 非代理型呢 CM单位直接和分包单位签订合同 用的是GMP加筹金的形式 好 适用于那些 实施周期厂 工期要求紧的 大型复杂工程 减少了建设单位 在工程造假控制方面的一个风险 PART的协议 这是一种协议 是各方其努力 是吧 先说断后不乱 后期我们强调 高层人员的参与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节 这一道不同的惩罚包模式 再说下 有哪些惩罚包模式 这第一个 这标题要记住啊 第二个 他们的思路怎么样 图要放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第三个 它的特点怎么样 根据这个图啊 把这些特点搞定 每年一道题 都没有人 然后再说进去 个小型车 这些特点 再说出了 一路不在买 这一路不在买 再看 那一路不在买 这路不在买